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媒体12月13日消息 最近黄某察觉妻子有些奇怪 因为妻子出门练车 不仅需要带上身份证 而且花费的时间极其长 加上妻子妙某回到家中时表情十分奇怪 于是黄某觉得不对劲 决定将此事搞清楚 妙某在每天下午2点左右开始练车 但是基本上在中午12点左右就会接到来自驾校教练某的电话 称要早些道 根据黄某的描述 练车到晚上七八点也没有回家 而且妙某出门又带上了身份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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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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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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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